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货期拳一周总计 我Marco和大家谈谈今周的情况 刚刚过去的星期一 基本上我自己和大家提及过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我认为之前11月16日这个低位 是说法国孔习所见的低位 而当时香港基本上是跑书全球的故事 相对性来说这一个低位 那天还在低位看到一个略为反弹的迹象的情况 这一个低位是比较重要一点 而我自己就认为这一个低位 就是那个短线关键的支持位 守得住这个低位 市场有机会再持续 去保持一个叫做反腹牛皮的格局 守不住这个低位 随时要有定心理准备 市场会继续滑下去 所以策略上来说 基本上都说得很明确的了 就是围绕着大约这个低位 在21,800-22,000点的位置 去做一个short put的动作 因为基本上我自己那时候说到明 就是预计市场其实都真的很安静 所以预计来说市场都是在这些位置做徘徊 不过以防万一开仓就先开short put 但是万一真的穿了11月16日这个低位来说 怎样都好不要死守要做反腹对冲 就由一张只short put的动作 变成做在开short put的情况下 加将non put做对冲 变成一个熊市夸价的策略 去看市反复向下的格局 整个星期过去了 市场来说会见到的情况来说 基本上就由我在星期一和大家说了 但是这种情况来说 市基本上就已经在星期一见了低位 跟着市内围夹上去就再回落 都是在一个比较闷的格局 反腹牛皮的格局 那就没办法 在星期一和大家说 基本上就预计11月16日这个低位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星期一和大家说 基本上已经收市后的情况了 到星期二开市之后 市已经跌了上去 所以其实你说跟着策略来说 你这个星期是经过连续赢了好几个星期的情况来说 这个星期是其中一次是开不了仓的情况 没办法 因为始终做trade来说 说真的 对于很多散户来说 就会预计 譬如我们这些 可能是常常会做一些分析动作的人来说 或者真的做trade来说 会预计我们自己来说 每一天都会对大市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信心 是知道哪些位去入市 但是好像我自己来说 说真的我自己没有水晶球 我就没办法 可以真的每一天都会知道大市升升跌跌 我都很老实告诉你 我自己可以做的 就真的比较有耐性一点 去等待一个比较直播率高的机会 而在这个机会里面 去做一个入市的动作 当你找到一个直播率相对性来说 比较高的机会 的情况下 入了市的情况下 希望在众理的指涉位之前 找到机会去获利 这个就是我经常在这个节目 希望可以提供到给大家的资料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MISO比较直播率高的机会来说 你要等的就是 你唯有就是再去等下一次的机会 而我每个礼拜就还可能 希望在每一个礼拜都提供到这个机会给大家 那你说消息的情况来说 基本上你星期一 个市堆下来的时候来说 你看回A股呢 在星期一的时候 就很明显比较波动的 个市堆下来 跟着V型反弹 那一来就已经开始消化了 内地券商那些 尼弹的消息 查内地券商的消息 二来 基本上就已经是偷步了 炒了 就是INF纳入 那个SDR那个货币 那个一蓝指货币来说 虽然那个预期是比市场上预期为之小 其实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叫做尼淡消息来的 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还在说 你纳入一蓝指货币的人民币来说 基本上都预了 关键是在于比重 但是比重公布出来是比预期小 但是在礼拜二香港股市来说 就借着这个消息夹了上去 你问我 与其说市是因为人民币货币 纳入SDR所以借消息夹上去 不如说这个市跌下来 挨近之前11月16号 这些支持位来说 借着一个所谓的消息去夹一夹 蛋仓令到市夹一夹上去 我觉得会比较贴着一点 但是问题你会看到的情况来说 在到礼拜二来说 就是礼拜一内地股市 V型反达夹了上去 礼拜二没什么反应 礼拜三内地股市来说 就再继续夹上去 基本上就说偷步开始觉得 A股在明年有机会落入MSCI指数 就令到内地股市在这三 三四四来说不断夹上去 但是在礼拜三香港股市来说 基本上你会看到的情况就是 即使礼拜三内地股市是夹得很狠很劲 就算礼拜二晚美股也是夹上去的 但是礼拜三港股稍为列口高一高开之后 跟着就已经没什么力 就开始不跟外围指数的走势 就开始见阻力位就滚下来 这一转做trade你问我自己 我星期一说的时候就说 后这些位置做short put 跟着找位在上面补回一张short call 但是来说你本身开了short put 在有盈利的情况下 弹高一点找位short call 很容易做 但是我预早来说 我说真的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没有能力可以预早去准确预测到 今个礼拜 大约这一个位就见到这个阻力位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预早去提及 叫大家在这些位置做蛋仓 因为始终都是觉得市场在这些位置 反复复备的格局 没什么特别 那就未能预早去说这些位置 但是你说走势上来说 你说见个市场 基本上是保持着大约一顶 都低于一顶的形态 那礼拜四礼拜五滚下来 最主要是因为你说耶路暗示 美国有机会加息 那礼拜四个市场又跌下来 例如昨晚欧洲央行 这些人预期感会大力放水的 但实际上放水的力度不及预期 就令到市场又跌下来 但是在跌下来的情况下 又有一点点阳烛 即使来说略为夹一夹上去 所以其实整个礼拜 基本上都真的很闷 反复后疲 那你问我策略上来说 就是你说未来的 我自己来说都是觉得 有很多人 首先你说今个礼拜 就觉得这个礼拜 因为有很多种种的消息 就会觉得市会是 比较关键的一个礼拜 但实际上今个礼拜 都是基本上我自己 就是如我世界一说 都是牛皮 没什么特别 那接下来的 12月有可能 那些人又会说 什么粉色虱窗 各人那样东西 其实看回大部分的评论 都是看好的市 我自己都不仅仅看得太好 都是比较 觉得市是在这些位反复生辞 似是 慢慢牛皮反复 一路一路慢慢 逐步逐步移动下去 未必一下子插下来 但是是慢慢慢慢地 将高位向下而慢慢慢慢滑下去 所以策略上 你基本上都是的了 你偏高 沽一点点下去 偏低 游拿一点点下去 这是策略上的做法 但是中长线一点的 市都是慢慢地向下滑 直到可能要到 我估计可能要到 下年一月 大市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市比较静 我们真的要等一个比较直播的机会去束手 但是那个礼拜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 即使我自己当时预计是 这一个位置是见了一个 即是一个控方低位是比较重要 所以这里有支持作用 我倾向在这里做Shopput 都好 你见我 是会想定看错了 要怎么做 就不是只是想我看好就算了 因为有很多省户 他们只会认识入了市 就什么都不管 我自己经常会想 入了市 看了市 应该要怎么做 怎样做对冲 要不需要做指示 要不需要做防守 这个是你们要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 今个礼拜 就和大家说 就先说这么多 下个礼拜一 就再详细分析未来的走势 和策略是怎么部署 OK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